甲鱼确实是鱼 但是个头太小了 还有大胆 说是你给我打电话 你打电话给我 你怎么看着我笑这么开心呢 你认识我呀 对呀 你们是两个长得好像 那是我的 哦 这样是吧 但这个鱼平时是谁在打理啊 是吃草的吗 是吃草 今天喂草了吧 今天喂草了 我一雕都没有了 一雕都没有了 我一个草都没看到 全部吃光了吗 全部吃光了 不会没胃吧 这么干净吗 你看一下 多个草 哦 这里还有一点点吃不到的 那这里面鱼应该不少啊 多少斤 大概有 五六百斤 五六百斤啊 大不 大 大的有多大 大得有十二斤 十一二斤啊 哦 十一二斤 草鱼一般很难挡到十几斤的 我都用一斤去看 你怎么看着我这么开心的 我感觉 那你这个鱼盘想怎么整啊 想整个包给我还是按金铲 包给你吧 包给我 五六百斤鱼 甲鱼啥的有放吗 哦 有没有哦 我不看你 我全部都在里面 你再放了多少个 大概有100多个 100多个 放的时候多大 哎 哎 哎 绝招 找好 别急啊 甲鱼啊 他喜欢这种声音 听到这种声音就会浮头 拿拿拿拿拿拿 那个中间 那个头 确实是有货的 哈 你这个技术可以啊 一看就是专门搞甲鱼的 咱也不知道为啥 咱这堂主义见我 这么亲切 拉着我的手都不放了 哈哈 笑得这么开心 多少钱 六千块钱 六千块钱 说实话 六千块钱 这个鱼堂这个情况 绝对不算贵 主要是你在笑的 我怎么感觉 你看 尤其你们俩一起笑 我都有点慌 哈哈哈 这我不骗你 你不骗我 你就是喜欢笑 不是说 不是说感觉 割韭菜 割我韭菜 嗯 我不骗你 就是喜欢笑 五六百斤鱼 就得有 就要我六千块钱 干里面的甲鱼的 你也给我 也给我 那你不亏大的了 我平时就亏了 为啥 我没有 没有 高 哦 平时你说你十几斤的鱼 是这里钓过还是干嘛 看着它 飞头 看着 哦 我五六百斤鱼啊 六千块钱 先给钱 哈哈哈哈 给钱啊 如果我整个八百斤鱼怎么办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反正也不可能 就是五六百斤 你心里也有数 对吧 上吧 六千 六千块啊 对吧 可以吧 到了 六千块钱 那这个鱼汤就是我的了 那回去休息了 兄弟们 六千块钱 成功拿下 咱这个爱笑的老爷子家的鱼汤 他跟我讲啊 水深一米啊 鱼比较多 明天啊 咱先拉一网 看一下到底能上多少鱼 我不会一网拉过来 一两百斤吧 不可能 不会亏本 不会骗我 从来不骗人 好 笑的这么开心 肯定不会骗人啊 来 马上开车 哇 飞哥 你今天开车的车真不错 多少钱买的呀 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面买的 二手比亚迪汉 才花了十三万多 开起来跟新的一样 但比新车便宜了十万多 真的特别划算 这么便宜靠谱吗 当然 瓜子是全国二手车大平台 每台电车都经过三电检测 照样有原厂自保 还能先四开三天 满意了再买 我跟你说 想买二手电车的 抓紧找瓜子查询底价吧 刚好我也想买 等一下我去看看 兄弟们六千块钱 拿下这个大叔的这个大鱼塘 四亏四赚 主要就看这一网了 这一网能拉多少鱼 你也不知道 不会拉个一百斤吧 不可能 拉到一百斤就说技术不好 也跟你鱼塘没关系是吧 开车 因为咱这个鱼塘面积比较大 咱准备了六十米的大长网 希望以往全部给它解决了是最好 这个鱼塘它跟我讲 甲鱼放了一百多个在里面 但是旁边没有做防护措施 感觉这个鱼塘有点不一样 水很浅 然后呢 好像整个鱼塘是平的 这样啊 对咱拉网来讲是比较好的 一网能整个百分之七十百分之八十 小老鼠底网还是让这个老实物来说经验比较丰富 但一网如果说只能拉个百分之三四十五十上来 会很麻烦 鱼塘到惊吓会 串底串底往旁边串 下一网可能还更难了 最好的办法就是一网给它整的差不多了 有鱼跳 来来来来 白脸白脸 你看跳起来的都是白脸 不值钱的 那个网兜里面的 也就是草鱼了 看这个正是有不少的鱼 咱这大叔没骗人 鱼鱼 他有跟我讲 这小鱼马又开始笑了 他什么都不要 他就要这鱼鱼 今天这鱼鱼我估计你可以 把一个月的存货 都是土鸡啊 你说一百多个甲鱼 我看能不能拉几个上来 甲鱼拉得到呗 开运气啊 甲鱼啊 都这么大一条 一斤多哟 不就一斤到一斤二两 哎 有啊有啊有啊 真的有啊 兄们 他户外待着时间比较长 没怎么长个 他放下来估计就这么大了 啊没怎么长 不长个 鲰鱼是吧 他他喜欢鲰鱼吗 哎 白脸 多少钱 多少钱 我给你买一碗 两百 两百 两百块 售给你 售给你 开玩笑 这网目前只能看到这些白脸大头 有多少鱼啊 咱得提一下了 看屁股后面这个网刀里面到底有啥 来帮我提一下 哇好多鲸鱼啊 好多鲸鱼 哎草鱼呢 草鱼最少是小 哎 在这 没拉到多少啊 没多少啊 哈 啥鲸鱼啊 这啥鲸鱼啊 还个小甲鱼 没用啊 小甲鱼啊 啊鱼呢 就这么点吗 一百斤 这啥鲸鱼啊 什么鱼好大嘛 好多嘛 没拉起来啊 底是平的 不可能没拉起来 没办法了 这又再拉一网了 看是不是刚漏掉了 给个鲸鱼给你哈 给个鲸鱼给你来 一网太失望了 这不知道到底是咱哪里有个坑 鱼跑掉了 还是说就这么多鱼啊 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啊 正常能吃这么多鱼 少的话 鱼少不了的 来换一个 甲鱼确实是有 但是个头太小了 还有大胆 我现在不想要甲鱼 我就想要点鱼 鱼都没有 问题是 本来这个鱼汤哦 我都不准备干底 我就拉拉网算了 如果我下一网还没鱼哦 我就用蛙鲸把他口子开了 直接干了 好吧 撑一下 不用撑 我送给你 好吧 来送给你 那个也送给你哈 不用撑了 连鱼不值钱 没事 好吧 三块钱一斤 三块 两三块钱一斤 没事 拿去吃 哎 咱们上了多少一个 草鱼哦 估计就八十 八十斤 剩下的 然后 差不多十个 十条大头鱼 之前剩下的都白连了 我送都送了几条 估计 一千多块钱 一千多块钱 对 咱正常哦 以为第一网啊 起码得整个三百多斤 四百斤了 对吧 吃个四千多块钱 三千多四千块钱 干干底 找找货 有点头疼啊 这个鱼汤 正常情况下 像这种平底的鱼汤 但一网应该能拉得差不多的 咱再往回拉一网 探探底哈 不行的话 直接喊个挖起 直接给它干了 可以 水直接放完 这不会六千块的鱼汤 亏四千吧 有 就开这一网了 过分了哈 哦 还是有一些少于的 刚刚那网啊 咱在上面撑了一下 一百六十多斤 可能还有五到六十斤白连 之前的鱼啊 就百来斤了 这一网会不会更少 正常情况下都是更少的 第二网绝对没第一网多哈 因为第一网能把大头白连 拉得差不多 就是草鱼可能有一些窝 落窝干嘛的 从下面钻走了 所以我们第二网从回拉 就是为了哈 让它们没那么容易跑掉 这一网感觉 更多一些哦 要不就是那边 有比较深的沟 有落窝了 我们往那边拉的话 鱼都往下面钻走了 往回拉的话 没地方跑 上一网了 拉了几个甲鱼上来 两个小的 两个小小的哈 百来斤吧 百来斤草鱼 这一网基本上都是草鱼为主 这一网 这一网基本上都是草鱼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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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的差不多 差不多 多一点草鱼 草鱼多 就是没有白连根大头嘛 基本上这两网一拉 鱼已经差不多了 里面生草鱼我估计也不会超过上十斤 至于啊 个头确实很大 哎 还有大的 还有大的两网肯定都拉完了 一定有吧 一定有 一定有这个中间草鱼改不到啊 中间拉不到 中间拉不到 中间这块有个那个杆吧 啊 有个坑是吧 只有杆都拉不到空 拉不到 往拉不到啊 那我加个挖机来 给它干底 那你别走啊 我看一下到底有没有 我把鱼拉上去 我马上打电话加挖机来 看一下里面到底有多少鱼 好不好 咱上去看一下鱼吧 小吴 鱼啊 全部拉上来撑了一下 草鱼 180斤 白人的话 70多斤 然后大头 340斤 这鱼啊 还整了个30斤 总共算下来啊 不超过3000块钱 亏的有点多 然后那个唐主大叔跟我讲啊 里面啊 一定有那么多鱼 因为他每天喂那么多草 然后 今天就想看一下里面到底有多少鱼 马上啊 叫个挖机过来 开砸放水 把鱼抓上去 好